角色來說 我覺得Stanley的角色是很有魅力的 你看完那部劇 你就會覺得Stanley的角色是最完美的 水母 發光 一定是Edan 因為我覺得他是最驚訝到我的一個演員 Edan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四色裡面有很多色都不認識的 Vision 由第一集到最後一集都是神隊友 最正義想言的角色 導演之前有找過我拍戲 拍戲的時候他要我演的角色假裝柔弱 但其實是很凶狠的 其實一個老師是不可以太柔弱 也不可以過分地惡死 我可以在這兩樣東西中間拿到一個平衡位 但其實這部劇正正是講天賦和努力 我小時候同來都不是一個天才 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但我是一個努力的人 我都相信是靠一點一滴的累積 就可以突破了自己很多的限制 我說話很快 還有很多對白 那些男生就肌肉擔當 我就對白擔當 所以我都會堅持就是每一天 拍之前我都是錄下所有角色的對白 我自己自己roll play一次 我自己錄一次就是我自己的對白 然後錄別人那些 我就當是我自己在家重複排戲 我從小到大都不懂得游泳 首先 然後因為這部戲學會了 我其實怕水是因為我經常做夢 夢到海嘯 重複的夢 就是那種幾百米的 很大壓力那一陣子就會慢慢 一蓋下來的時候我就會砸醒 所以我連泡頭下水也很害怕 那場戲是很有難度 因為我掉下去的時候 我自己不斷浮起來 因為其實穿了衣服 跟穿泳衣相差很遠 導演在拍戲之前 就安排了我們上兩個星期的訓練 我就是每一天都是穿泳衣去掉落水 很快就沉落底 但當你生的時候 它開始有空氣漲起來的時候 就等於一個自製的水泡 自己留起了 我要用我的手腳去按自己下去 很厲害 跟他們拍攝有迴春的心境 就是你會覺得 好像我也放了暑假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拍完劇 我們都會留下來去鬥水 經常都是導演贏的 所以到最後一天有人贏到導演 就是靠他們的努力 誰贏到 我記得是Alton贏了 一想到是百爪魚 百粥那麼多爪 最近有看電單車的節目 就是覺得她是一個很勤力的演員 還有她那個泳術的進步 是很默默耕耘的感覺 我比較關心的學生就是Edan 因為她的角色跟我的性格很像 很硬頸 領袖 然後有些什麼壓力都自己去背起 但是你說那種是不是感情 就是愛情 我覺得是比較相知 互相了解 互相保護 比較是這一種 水母 發光 一定是Edan 因為我覺得她是最驚訝到我的一個演員 因為她跟那個角色真的差很遠 大家想起她是搞笑擔當 然後有聰明 她在一個角色上也很聰明 但是她不笑的 她頭幾集都沒有笑過 她那種發光是來自她的努力 她不是一個天才 她是透過她的努力 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認同 魔鬼魚是Jeffrey 她的角色就是 你猜不到她 她也挺神秘 她一下子又有一點危險性 角色有點喜歡病 但她一跳下水就嚇到你了 金魚就是Martin 就是有一個很帥的新演員 王智英 她很貪美 大家都說Jeffrey是帥 當然帥 另一個也是帥的擔當 我覺得就是Martin 蝦是Phoebus 因為她很好笑 純粹吃雞 她真的令到大家很開心地拍戲的時候 而且她也是焗蟹王 她很容易被人搞到笑場 我記得有一個對白 她說什麼大笨招 她說了做大笨仔 然後搞到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所以她是嘻嘻 因為嘻嘻大笑 Anson Bean是鯊魚 她是游得很快 因為我印象深刻是 她開戲之前一起去操練的時候 她真的游得很快 我覺得鯨魚是比較像Stanley 因為她本身身形很瘋狂 她騙到人 她一出來 大家就覺得她很厲害 雖然她游泳不是最快 但她所有技術都可以 告訴別人她是一個運動健將 她是一個運動的 她是一種運動的 角色來說 我覺得Stanley的角色是很驚喜的 游泳又有天賦 也很努力 然後她有很多人仰慕她 但她很謙虛 很有大將之風 她的角色魅力就是 她贏了很多場比賽 但她重視的是她的隊友 他那種目光是很軟大 所以你看完那部劇 你就會覺得Stanley的角色是最完美的 我覺得一個運動員 最重要的不是天賦 而是他的穩定性 王亞樂這個角色 就真的有這種很穩陣的感覺 選擇老公也是想選擇穩陣 再安